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脑海中,帝王的老婆,也就是皇后,都是那种端庄秀丽,容貌出众的样子。 在通过现在影视剧的宣传,似乎只要是皇后就是美若天仙,但是历史上对于皇后记载的都是关于德行方面的,容貌方面的比较稀少。 在亲史资料中唯一一位被记载过容貌的皇后,就是清朝入关第一后,氏祖张皇帝皇后伯尔吉吉特氏。 伯尔吉吉特氏也是来自黄金家族,她的父亲是科尔庆哲里克图亲王吴克善。 对于这位皇后的外貌,甚至本人也评价道,族称加利一级巧慧。 朝中的大臣们对这位新皇后的容貌也是十分惊讶于她的美貌。 后来,有人发现了一副疑似伯尔吉吉特氏皇后的画像,通过画像也能看出她确实是一位标志的大美人。 这样一位公认的美女皇后应该能够和顺智帝白头偕老的。 可令人想不到的是,在两年之后,顺智居然废掉了这位皇后。 当时顺智对外宣称,孟古清没有当皇后的能力。 对于这个理由,有人说太牵强,当皇后还需要多么大的能力吗? 直到七年之后,才在顺智写给病逝宠妃懂恶事的形状之中,发现了真正的原因。 上面说到,背后有两个原因。 一是伯尔吉吉特氏皇后度量狭小,总想独享皇帝宠爱。 二是喜欢奢华的生活,不但穿着喜欢华丽。 金银配饰齐全,而且连餐具都要用金银的。 这些让顺智无法忍受,因此采取了废处之心。 史料中没有记载关于这位肺后的去向,以及以后的详细情况。 没有人知道他从皇宫出来后去了哪里。 反倒是,在朝鲜的豊朝时路中,出现过这位肺后的信息。 上面记载说,伯尔吉吉特氏被肺后,回到了娘家戈尔庆。 因为在被赶出宫时,她已经怀孕。 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。 清朝皇室在知道这一消息时,孩子已经14岁了。 清朝的皇室害怕戈尔庆利用这个孩子搞分裂威胁大清王朝, 就想把这个孩子要回来。 但是没有成功,记录到此就没有下文了。 以后的事情也就成了一个谜。